這邊有連線方式,所以你就要把open的部分把這兩行放過去,就可以去連接 不過Sigle Server多了一個就是你要有一個ID,就是User的ID跟Password 所以這部分的話提供給各位參考,如果你的資料庫不是SS的話也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這個彈性還蠻大的,去改哪個地方,特別重要就是改這一行就可以了 open後面這個部分,你要看要改絕對路徑可不可以啊 你要不要改網路上的路徑可不可以,要不要改其他的資料庫也通通可以,沒有問題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如果你懂的應用,幾乎什麼都可以,沒有問題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話,我們講的有關,當然就複習上個禮拜的部分 然後把eSigle可以當資料庫來用 那另外的話呢,如何跟其他資料庫連結裡面,又交到各位有關Seql的用法 所以如果你對Seql完全一無所知的同學,你可以買書啦,要不然你就是Google一下 Google的關鍵是什麼,Seql語法教學 那裡面最重要就是新增、查詢、刪除、修改 四個主要功能,如果你這四個主要功能會的話,你跟資料庫溝通就沒有問題了 再來就是ADO的引用,ADO部分的話,我已經有給各位一個範本 你們可以利用這個範本去連結資料庫,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大概先把這個範例做Ending 那下個禮拜的話,就要繼續看下一個Sample 再來就下下一個Sample,一直往後推啦 不過請各位回去,最好可以稍作一旅行一下 否則我們的進度可能我怕沒有辦法那麼快 因為有時候有些同學我還沒做完,繼續講 怕跟不太上 請各位回家 記得一定要多花一點時間 沒有辦法,因為我講過我們這門課的 實作的部分非常強,非常多 如果你沒有花一點時間的話,把這個課程學好 可能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OK,那今天的話,我們就先講到這裡好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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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